台湾有许许多多的美味小吃 那哪一样是最强的呢 易游网举办的最强台湾夜市小吃 你爱哪一味 里面发现咸酥鸡是最强的小吃 那这么好吃的小吃 它的创始人又是谁呢 哈喽你好我是CC 今天就让我跟你分享 如何在家里可以做出这个非常酥脆的咸酥鸡 那它的由来你有晓得吗 等等就让我慢慢的告诉你 那现在赶快跟我来吧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回到2004年 那时候呢我还是高中生 高中一年 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呢 在学校的附近的奶茶店里 买了一袋咸酥鸡 那他就顺便的问了我一下 你要不要尝尝看 那我就回答好啊 那我马上呢就拿了一个咸酥鸡 放到嘴巴里面 结果我发现哇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非常喜欢吃 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士林夜市 在那里呢当时我真的是眼花缭乱 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种小吃 这么多店这么多 这么多人 我的注意力呢完全没有办法集中在 一种食物上 然后我心想说哎呀我要赶快赶进度啊 所以那天呢我记得我真的是每一样东西都尝了一口 我右手拿着珍珠奶茶 好好喝 然后左手呢大概是拿了十几袋这种台湾的小吃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这个台湾的咸酥鸡 你要准备炸鸡肉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你的筷子测试一下 如果你把筷子放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旁边有许多小气泡 就是这样子的气泡 你就知道呢这个油呢可以拿来炸鸡肉了 那么这个咸酥鸡的创始人到底是谁呢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是在1975年由陈挺智创立的 他在西门町呢开了第一家这个咸酥鸡店 首先是把这个鸡肉先炸到金黄色 非常的美丽之后呢 然后撒上一种特别的调味料 因为他越来越受欢迎啦 那许多店家呢就开始跟他学 那店家开的多了 这个咸酥鸡也就越变越红 我们今天这个咸酥鸡呢 味道真的是很棒 非常的酥脆 可以比得上这个 我在台湾吃到的这个咸酥鸡 我咬的时候呢很酥脆 我自己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 而且不油腻 在家里做的呢又比较健康 它有很多种的这个味道 很多层次 有咸味 蒜味 然后有微微的辣味 真的是很美味 说到这个炸鸡呢 真的是有各式各样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种类 那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这个炸鸡是哪一种 也别忘了订阅 按赞 我们下集见咯 拜 1 2 谢谢大家